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警察正在为停在附近加油站的汽车开罚单 突然听到约30声枪响 警察看到公园里有两群人互相开枪 响应的警察随后发现三名男子和一名女子正在逃离现场 调查人员称这四人被警察拦住 并缴获了四件武器 南加州大都会水务局宣布 在未来两年内将提高整个地区的水费和财产税 水务局领导人表示 为了支付进口处理和存储水的成本 以及为基础设施适应气候变化提供资金 以及弥补由于广泛的环保工作而导致的收入下降 提高水费是必要的 该水务局是加州最大的城市供水系统 为从圣地亚哥到文图拉六个县的1900万人提供饮用水 经过董事会投票决定 到2025年将水费提高8.5% 2026年再提高8.5% 董事会通过的预算还要求将水务局在其六县地区的房产税评估增加一倍 对于洛杉矶线的一套中等价值住宅 每年的房产税将从28美元增加到56美元 在城县将从每年33美元增加到66美元 1994年因沙切案受审而受到全球关注的前职业美式足球NFL明星球员OJ辛普森 于4月10日病逝 享年76岁 他的家人11日指出 辛普森在拉斯维加斯过世 他的孩子们陪伴身边 结束多年癌症搏斗的痛苦 其家属期待公众给予他们空间和隐私 辛普森引起轰动 是被控在1994年杀害前妻妮可布朗辛普森与他的友人罗纳德·高德曼 经过一波三折的审判 辛普森于1995年10月经陪审团裁定无罪 被称为世纪审判的这一案件 曾引发公众对美国司法体系公正性的争议 凸显了美国社会不同族裔之间的意见分歧 越南女首富 顶级房地产大亨张美兰 4月11日被越南胡志明市一家法院判处死刑 67岁的张美兰被指控诈骗金额达125亿美元 是越南有史以来最大的金融欺诈案 她于1992年创立万圣发集团 从事房地产、金融、餐饮、酒店等业务 曾是越南金融界的核心人物 2022年10月 张美兰被越南警方逮捕 随后被控贪污、行贿和违反信贷规定 当天 一个由三名陪审员和两名法官组成的小组 驳回了张美兰的所有辩护论点 她被判十多年来从西贡商业银行诈骗现金 检察官表示 该骗局造成的总损失目前达270亿美元 相当于该国2023年国内生产总值的6% 在当天的判决中 法官认定其挪用公款 受贿以及违反银行规定罪名成立 造成特别重大经济损失 此外 法官还要求张美兰缴纳673.8万亿越南盾的赔偿金